大家好,我是乔乔妈 今天我们来做酱牛肉 酱牛肉要用牛腱子肉 牛腱子最好选金钱腱 普通牛腱子也可以 用整条的就好,不用切开 先放到冷水中浸泡,让血水渗出 新鲜的牛腱子浸泡一个小时 冰冻的浸泡三个小时 下一步焯水 牛腱子放到锅里,倒入冷水 水要没过牛腱子 开大火,煮沸后撇去浮沫 捞出牛腱子 焯水的同时,另准备一口锅烧开水 水开后,关火备用 锅里倒油,小火,加葱段和姜片爆香 转最小火,加豆瓣酱爆香 炒豆瓣酱的时候要注意避免火大火锅 豆瓣酱是一种发酵的酱料 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酱香味 因此是酱牛肉中非常重要的一味调料 加八角,草果,香叶,花椒,桂皮和干辣椒 倒入刚才烧开的水 加入料酒 生抽 老抽 冰糖 哺乳汁 盐 简单搅拌一下,盖上锅盖 降汤沸腾后,加超过水的牛腱子 锅边架一个铲子,盖上锅盖 水沸后,转中小火,煮两个小时 期间一个小时后,把牛腱子翻面 快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把葱姜捞出来 根据酱汤的水位,调整火力收汁 锅里要保留一点酱汤 关火,盖上锅盖,焖半个小时 取出牛腱子放凉 过滤掉调料渣,保留酱汤 把牛腱子放到保鲜袋里 浇上一点过滤好的酱汤 剩余的酱汤放到冰箱里保存 留着做其他的菜 我在另一个视频中,分享了如何用酱牛肉 来做快手的油泼酱牛肉面 酱牛肉密封后,放入冰箱冷藏时 隔夜,第二天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切牛腱子的时候,不要顺着牛筋切 要把牛筋切短 呈现肉筋交织的金花 牛腱子尽量切薄 装盘上桌了 夹一片金钱腱 肉中包筋,筋里有肉 半透明的金花吃起来既有嚼劲 又带着浓浓的酱香味 但是空口吃一片,已经美滋滋了 喜欢吃辣的,再搭配一小碟油泼辣子 是不是感觉生活都更美好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看了这期视频有所收获 欢迎您点赞订阅和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